來吧吧,短期目標價,你在多少呢? 短期目標價,我想100元左右這些位置有機會 因為始終剛剛提及到中美審計問題 當然最大的影響是中概股最大隻 我們經常說太大隻了 就算有第二上市也受不了 就是講到亞利亞普派這些個案 現在開始看到,你說短線 夾到50天線,100元那些位置可以 但剛剛提及到中概股那些問題 給它交一些底稿出來 然後是否美國滿意這些不肯定 會不會還有很多爭執呢?就是亞利巴巴這些公司 始終數據敏感度真的太高了 但是幸好你的問題是短線 即是中長線的話 我覺得亞利巴巴就抱著分柱吸納的策略買OK 就不要想這個審計問題 因為就是中長線我們這些控制不了 發生什麼事都好,跌的你可以低一點買 這樣升的,慢慢掃貨的信上去 駁一天都降光 簡單一點就是無視這個因素 但如果短線一定要關注就是中概股推市問題 現在看到好消息出來 問題就是升了兩天 然後才衝上去 但我覺得這些位置二九十元來做紙 五元五元這樣駁 我覺得上的機會大一點 不要因為這樣,今天回回來又特別好害怕 簡單一點就升上去 到一百元的時候才選去追,更尷尬 但如果你用圖表去買 升穿一百元後追,你用一百元來做紙 又沒有說不行的 圖表上面那些位置買得更漂亮 上升動力當時可能很快 去到一百一十元這些位置 所以這個水平去做部署上面,我覺得少住 五元薄五元,還有九十元做紙 看一百元就OK的 就不用等八字頭才買了 如果去到八字頭的話,短線會跌那麼多 那些位置可能還能夠插進去 可能去到七字頭的位置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暫時講 你分清楚自己的短線部署 我會比較建議用圖去買 所以如果用圖表上面 你講近期連九十元都穿起來的時候 整個浪低於浪的格局 就真的繼續延續 整個技術反彈都遠 所以其實講講 特別前日,星期四打完封回來之後 那支揚燭竹 特別很多近期的熱門股 成交大的股份上,不能穿的 你穿到星期四的位置的股份 想也不要想 我覺得這段時間真的超不抵薄的 題外話,有些什麼我看到 好像航運股那些 航運股這段時間,我們真的不建議大家怎樣 很多航運股都穿了星期四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暫時,如果你說一九一九 三六那些就真的不想了 一九一九都還沒穿完 但三六那些都穿起來了 這些就是我們覺得短線最害怕 如果你就是要在市房上做淡倉的 就是搞這些 但是你說九九八八那些 那些沒什麼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先去駁一段 好,講講就是700 CK問一下 也是問短期目標的 看到他都保持回舊 上星期五又用了三億五千萬 價錢就是322至330元左右